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当我们安装好电子书做软件的时候 会有两个程式在桌面上 第一个是Zibud DigitalBookPride这个程式 第二个是DigitalBookManagerPride这个程式 这两个程式是什么不一样呢 左边这个BookPride我们通常会拿来做电子书 右边这个ManagerPride是拿来做电子书后的编辑 OK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BookPride的一个设定 那在档案这边有一个设定 设定我们开启一下基本图像品质 那原始设定是在11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最高品质是在1的这个部分 那通常我们会建议这个数字设定为3 它设定值可以1到5 那我们设定为3 那我们按确定 接下来在档案设定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输出图像品质 那这地方原始设定是34 这个时候呢我们调5 1到10都可以调整 那我们选其中5 作为设定值 那接下来呢 在文券转换这个地方 我们有三个选项 如果你有安装Archobet的时候呢 我们会建议你选择Archobet 来进行使用转置 如果你没有这个Archobet 这个符号的产生 表示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软体 就是我们建议你用使用附入这个功能 那它的设定值是344 110 340 如果你没有的话 可以透过AutoReader 来协助你制作 而如果你有Archobet的时候呢 我们会建议你写这样的一个 来协助你做文件的一个转换 这时候我们可以按确定 好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电子书的一个制作 我们去英文名称或阿拉伯数字 那我们会建议 将这样的一个电子书先放在桌面 或您熟悉的位置 指定的位置 按确定 好 接下来呢 在档案预设的地方呢 其实我们可以 将这个 背景颜色给它更新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很多档案呢 有很多的文件都是白色的 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 背景的一个更换 好 选择你想要更换的颜色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到图样这个地方呢 直接汇入文件 好 我们已经准备好一个PDF档案 这时候我们点选开启 好 这时候呢 内文萃取这里我们打勾 让这本书可以做到文字搜寻的一个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按转换 进行转换的动作 好 有Arcobet的这个直接转换的好处呢 是 如果您的 您有这个笑刊 或是印刷稿件 它是四色印刷 透过Arcobet的时候呢 它可以帮你转成RGB三色 让你的颜色 不会跑色 那第二个呢 再转换呢 它相对的也会稍微细腻 那如果您没有Arcobet也没有关系 透过Arcobet的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 将所有的PDF档案呢 进行所谓的转换制作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就所有的这些图文分离之后呢 每一个图片都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们只要点选 增加全部即可 然后将它汇入到我们的桌面 好 我们来缩小看一下 这是它的全貌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调整的大小 在其他的章节里面 我们讲过 电子车制作 我们到底要做 1比1它到底要做多大 我们预设是800 600的一个尺寸 所以呢 在这个高的地方 A4的双跨页呢 也就是800 600 那单页也就是400 乘以600 好 那我们在前章节讲过 我们要做几倍 2倍 4倍 8倍 还是16倍 那因为我们的高的尺寸只有350 所以我们这边选择 我们做4倍240 好 采签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第四个步骤 设定skin 选择好双页翻的skin呢 我们选取 default1.html 好 一般程式跟skin是 我们是分开提供 那所以呢 记得看看你的skin是放在哪里 将它选取到 default1.html 开启 就已经完成这个动作 接下来就是建设电子书 第五个步骤 我们选择 第一个 电子书建立 这是我们将我们刚刚做的设定呢 做个储存 这个我们就看到一下哈 我们选择第几段 我们刚刚设定的是属于第三段 4倍这个部分 所以你的输出双页就是800x600 好 我们按一下确定 好 这样子就是完成我们电子书的制作 来 是啊 只好